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才听了前面两位菩萨或大菩萨的导读跟分享 有没有很感动 我在后台监看这个 今天的人也满多了 线上的人满多了 而且都一片的赞叹声 就赞叹两位大菩萨 跟我们的导读跟分享 像刚刚听我们这个潘师姐 潘廖岳师姐 有啊 这样比较亲切 分享他今天主题是什么 家家有本幸福经 对不对 一般人是不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 比如说这个幸福经是什么 一直听它娓娓道来这样 很感动 但最后就听懂了 那个幸福经 是不是最后他那个婆媳之间有没有 他的源头他很多苦 那婆媳之间是一个很大的苦 他是有转念 所以那个幸福经的幸福在哪里 在心 这样懂吗 在他的心 懂得转念了 就幸福了 可是那个转念 那个心怎么会转念呢 因为他有做慈祭 那而且他很幸福的 很幸运的 是上人有没有常常跟他说法 所以今天我们恩宗是不是讲说法品 你看上人就扮演那个说法者的角色 大菩萨的说法者的角色 那让他得到这个法 那让他心念能够转 就幸福了 那至于说 这个后面我待会再回应了 就是我先抓到那个key 所以你要幸福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起说是什么 心 万法为什么 心造 所以心 心就是你幸福的源头 如果 但是你的心 心要能够转静 心要能够自在 你要有法 法的自论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法语谱论 这法水 你看有上人的法水 重不重要 那今天呢 我就剪了一小段 今天比较短 今天是剪了五分多钟 这个药草玉品里面上来提到 一以所及 皆得先责 这语当然就是法语 那我们来看看上人怎么讲 上人有讲说 他这里面有提到幸福 所以我只剪了一段 跟幸福有关的 又跟说法 法语有关的 大家用心看 好不好 五分四十秒 来 请播 就是要跟各位人 本性啊 福度 他的悲心 恩恆祖努啊 他的教育中心 水线 水线中心的经级 接受 来受用 这是福度 他的法 能夠失業國不相同經濟的人 這就是 賓主恩惠 有主是希望 人人可以幸福 氣底煩惱 心是是安穩主在在生活中 這樣的人生是最有福 心無煩惱在生活中 這就是 佛道的主比 運用於平定的體育 人人得好 不管是什麼樣的經濟 小不過分 這樣小經濟的人接受到 也許多好 小經濟 如果有一個大法 這樣不適應 反倒回家會傷害到他的神經 所以說 佛道的地育 那就是主 主就是佛的根本 再來運用的這個育 為小經小氣的人 也能夠接受 法 漸漸性中 而佛道呢 也是要性地欺負 佛道的代表 人相悟痛 人口過癖 這種平定的愛 動態的代表 中性的困難 要怎麼幫助他 有的是心靈的災難 有的呢 是心 現象境界的災難 那就是呢 等年累月 平常苦難 那就是啊 代表煩惱無所事事 會苦 這 要怎麼去救伴他呢 那佛道都要去以代用農 那這當初 就需要要代經氣的人 來接受代法啦 發代心 立代我哪 這種代法四九中性 那就是 代不減少 五省國庭 正中定義 這就是佛道 使用的法 適應這個五省國庭 五省 大家人都很熟 這就是佛道 在佛道 九團地主 也九團五 的地主 在家旗塑 它 個人所受的法國不相當 九團來的地主 也要求俗地 那些小禁忌 特性幾心 九團我 在家地主 可以顿教法大心行佛陀佛耶修 所以做母性 不管他的环境在哪里 他的心性来接受 佛的教理 所以在当中可以得到利益 我们就看到这里 那今天这个上人所讲的 这个异与所集结的先则 我剪一小段 刚才上人有没有提到幸福 要怎么样才会幸福 慈悲 有人 对不对 慈是娱乐 你感受到慈就是幸福感 可是慈悲要不要有智慧 对 慈悲要有智慧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文 然后我们待会再来回应一下 两位导读者跟分享者 那这一段文他是在讲药草玉品 我们一起念一下这几个字 一起念一下 预备 开始 如果你看大地上的这些植物 生物 这些不管什么物 你看有这个雨水的滋润 是不是都会有先则 一以所及皆得先则 先则就是幸福 就是量力 你的生命要量力 是不是要雨水 就我们的生命要量力就要伐水 植物要雨水 那我们这个人就要伐水 所以一以所及皆得先则 这个雨水很重要 对万物很重要 那伐水对我们人的成长 慧命 还有幸福 这些智慧的提升都很重要 所以 但是问题就来了 这个大地万物它有小根小基的 有小根小基 中根中基 大根大基的 这些有小药草 中药草 上药草 还有小树大树 那你要到让每种人都能够得到 他该得到的 这是佛陀说法的大智慧 所以五圣人才会 这个都得到他所要得到的 这个增长得益 我们念一下上人的手杂 预备 开始 这五圣 五圣就三圣再加两圣 三圣就是声闻原觉菩萨 那你再加两圣就天跟人 把天人拿进来 就五圣 所以不管你是天或人 我们现在是在人道 或者你在天道 还有这个你已经修到声闻原觉菩萨 你都可以得到你所需要的法水 这是很高的境界 你要幸福不是只有你家幸福 整个社会都幸福 整个世界 宇宙都幸福 人人都幸福 人人都得度 这是佛陀的愿 是不是这样 佛陀是不是众生无边 事愿度 所以五圣各得 增长得益 这才是说法的最高境界 因为今天恩宗讲说法品 所以你看要怎么做 你要秉持运慧 慈悲要有智慧 智慧要有慈悲 小不过分 一个小根器的人你跟他讲大法 他听得懂吗 听不懂 所以小根器的人跟他点一下 给他刚刚好就好了 你知道你如果种植物 你这个容器很小 有没有 那个花盆很小 给他浇很多水 天天给他浇会不会烂掉 根会烂掉 所以这个浇水 我说浇水要学十年 这是一个花店老板跟我讲的 他是科班出身 他说浇水都要学十年 然后还要了解说这个植物哪里来 所以我常常讲 我常教团队的课 我说团队建立的第一课是了解 为什么是了解 那你人跟人之间 上来说时间 空间 人与人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第一课也是了解 因为爱的四要素就是了解 关怀 尊重 责任 今天我觉得潘师姐跟我们讲这个 家家有本幸福境 我觉得这个幸福很好 幸福的源头就是爱 你心中有爱 而且是有大爱 从小爱到大爱我都有 都可以得到 所以爱 记住今天 我觉得今天最重要就是讲一个爱 你说法 说法者要不要爱心 慈悲就是一个大爱心 大爱 那你配合智慧把法传出去 所以我们一起复习一下 爱的四要素 了解 等一下我先背一遍你们的 了解 关怀 尊重 责任 来 我们背一遍 了解 关怀 尊重 责任 你看你要了解这个 这个花 这个是什么 长在雨林里面的 长在亚马逊丛林里面 那你给它拼命浇水 没关系 它不怕水 长在雨林里面的它的湿度 它保湿 保湿如果湿度不够 它就挂了 这样懂吗 这个是长在沙漠的 它偶尔给它吸个水 它会自己含氧水分等等 你要不要了解它 那人跟人要不要了解 你亲子关系要好 你要了解你的孩子 那了解 要不要关怀它 尊重它 像他逼它去读公砖 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没尊重它 就不懂得爱 那等等 像我爸就会尊重我 我18岁以前他帮我决定 18岁以后我就问他 爸 我去念这个好不好 他说你自己决定 从那天以后 我什么事情都自己决定 我爸有没有尊重我 对 我多高兴 我念了四个大学 那那个最后台大毕业 郑大研究所毕业等等 因为他尊重我 所以尊重重不重要 了解 关怀 尊重 责任 那你让孩子负起他的责任 我们父母的责任是教 孩子的责任是学 对不对 老师的责任是教 同学的责任是学等等 这个责任都要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把爱 上来说以爱为管理 以戒为制度 那爱 什么是爱 就是了解 有了解 有关怀 有尊重的责任才是爱 所以这个待会我们再讲 所以这个秉持 成悲起至 大不减少 就是说反正你慈悲里面要有智慧 智慧里面要有慈悲 那小的你不要给它太多 那大的你不能让它变小 对不对 能够继续维持 继续长大 等等这很重要 所以这边你看 上的这个手杂写得很有智慧 秉持运会小不过分 成悲起至 大不减少 五圣各得 增长得益 他有没有把这个慈悲喜舍 事无量心 还有这些都砍在里面 那记住在华经的续品 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这个 菩萨以慈修身 我们一起念一下 菩萨以慈修身 所以如果慈悲喜舍四个字 你只挑一个字 来作为菩萨的修炼 要挑慈 菩萨以慈修身 菩萨常常你看 你要带给人家幸福 有没有 带给人家快乐 人家才会喜欢跟你在一起 才会结好缘 才会度到别人 要不然你怎么做菩萨 你连慈都没有 像我做的最不好的就是 我就看一些很棒的大菩萨 他们都可以保持微笑 像这个我都还做不太的 就是他都随时笑啤啤啤 或说能够保持一种慈心 大慈心 像我最近在修炼大悲心 大悲心就是你看到任何人 都要起个大悲心替他想 人家他是这样辛苦的 有没有 都会替他着想 修炼一个悲心 因为以前慈心也不够 悲心也不够 都有慈 有悲 但是要加个大都不容易 今天不是讲菩萨摩萨那个大 大 上人说大怎么来 大是学来的 一起说一遍 大怎么来 大是学来 你要变大菩萨你要学 我就一辈子记得上人开始菩萨摩萨 他说摩萨怎么来 那个摩萨就是学来的 我超爱这个的 你一直学 一直学 像我 我觉得我们都有 我们都有一颗 成佛的心 真正的本性都有 有 有慈心 有没有悲心有 够不够不够 不够 一点点而已 慈心不够 悲心也不够 喜心也不够 舍心也不够 我 我在说我 不是说你们 我在说我 所以我们有在寻法 现在有在学佛 那个决性会比较高 以前觉得够了够了 后来发现最近都觉得不够不够 那这样有没有一直增加 你不断的觉得自己不够 其实你就在增加 你就在成长 你的慧命就在成长 所以就很感恩 就 所以这里面 要做到这样的 有四无量心 大食 大悲 大喜 大舍 那这里面就是说 有时候你要让人家 你要去度人 有时候用见教 有时候用顿教 总而言之 你要用各种方便的法 最近上人在讲这个 富罗纳米多罗尼子 这个说法第一 对不对 你法有时候用说的 可是有时候要用善巧方便 去度它 只要人家能够接受 可是有时候也要开一个法门 你这个法 这个也要具足等等 所以用法 这些等等 你自己心中要有法 你才能够去度人家 去接引人家 我看一下 好 那这个我把这一段 你看 这个上人刚刚有讲 我念一下 这个秉持应悲 有持就是希望人人幸福 去除烦恼 心实时安稳自在 在生活中 这样的人生就是最有福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要修炼那个慈心 修炼这个慈心 然后也希望人人都什么 幸福 去除烦恼 这个心实时安稳自在 在生活中 你看安稳自在 我最近的感触 安稳自在 要修炼忍耐的忍 要不要修炼忍 忍 我们这个潘师姐有没有修炼忍 有 不过他一开始修得不太对 他有忍 然后他没有囤囤 他竟然把婆婆的话 晚上还抄起来 那个是愚痴的 对不对 让他生病 他后来也知道了 对不对 那你真正要忍 要生忍 法忍到无生法忍 安忍 平等 以这个慧心安住忍 上文也是讲 要用慧心安住忍 你就是 生忍就是 你对众生要忍 法忍你要有法才会忍得对 对不对 才会忍得住 那到忍而无忍 就得无生法忍 所以你的心实时要安稳自在 你一定要修忍 这是我最近的体会 就是说爱 你知道那个爱 爱里面 爱我不说了解 关怀 尊重 责任 这是佛洛姆说的 那最近去查那个爱 就搜寻到这个圣经里面 哥伦多前书 爱是很久的忍耐 又有恩慈 所以忍耐是爱很重要的一句话 一个元素 所以我们今天讲幸福 讲爱 要不要忍耐 对 你要修生忍 法忍到无生法忍 安住忍 这样 会 这是一种大智慧 所以爱是很久的忍耐 又有恩慈 就有慈心 所以你如果没有忍耐 就不算爱 因为刚刚那个了解 关怀 尊重 责任 你要让它实现 它很像那个种子 四颗种子要落到土里面 它还要四个肥料 就是专注 耐心 就是很耐 专注 耐心 自律 自我纪律 自律跟关心 我们再背一下 这十件爱的四药术 就是专注 用专注好了 专注或专心都可以 专注 耐心 自律跟关心 一起背一遍 专注 耐心 自律 关心 自律就是自我纪律 就是你要 我问你 你要让爱的种子播种下去 它能够长大 要有耐心 要专注 那要不要自律 自律就是自我要求 要很规律 你要浇水 这如果三天浇一次水 你不要天天浇 你也不要一个礼拜浇一次 对不对 就很规律的 假设他要三天浇一次水 你就三天浇一次 要天天浇水 你就天天浇水 要一个月浇一次水 你就一个月浇一次水 等等 所以那个自律 自我要求 你这些都做到了 才能够让你的爱 进到孩子的心里去 像我昨天去一家素食餐厅吃饭 隔壁桌 一对年轻夫妇 夫妻带着两个小孩 跟你们家很像 就是姐姐跟弟弟 这样 我看那个妈妈 现在就是很凶 就念那个姐姐 反正从头到尾 都是用命令句 都是指责指责 这样 就这个 那我就看 现在很多年轻父母 他不懂得如何爱孩子 如何教孩子 那这样长大的孩子 其实他将来会叛逆 会不知道如何爱人家 所以爱与被爱是很重要 是需要学习的 那这个 好 我们赶快看一下后面 有一张图我很想讲一下 就这个 其实这些 那叫什么 经文现在读起来 也蛮有味道 我念一下好了 甘地普恰 你们一起念吧 好 一起念好了 好 甘地普恰 药木并茂 其云所出 一味之水 草木丛林 随分寿润 一切诸树 上中下等 称其大小 各得生长 这是刚刚那段文的前面一段文 那这个 根金之夜 根欲善种 金欲善月 知欲善门 夜欲善行 我直接用图给大家看 那这个 我先念一遍再给大家看图 待会复习一遍 花果光色就是 寿论先者 花欲善因 果欲善报 光欲善智 色欲善事 所以 我就画了一个图 这样比较好记 就是说 其实你要幸福 你就要修因 是不是 幸福是果 对不对 那你的因 比如说 这个 它就用辟喻的话 就像一棵树 你要把根照顾好 你会拨下善的种子 这个 然后金之夜善月 你会发一个好愿 发一个好愿在人间 愿社会祥和 愿人心进化 愿什么 一个大愿小愿都可以 一个善愿 知欲善门 你要进一个善门 做善事 就像我们进慈祭来一样 那夜欲善行 你真的要做 真的要付出 这个等等 那花愿善因果愿善报 有没有 这个光愿善智 还有智慧 色愿善思 所以这些因果关系 大家要理解好 那我这个先讲到这里 我花点剩下五分钟 三分钟 我回应一下 刚刚一些重点好了 就是看一下 刚刚那个恩宗讲的里面 恩宗讲今天 我就看 昨天我就看他的讲义 哇 很多法 他就抓经文去解释 所以他说今天讲的比较硬一点 不过有很多人给他赞叹 很多人听懂 你的法有深有浅 重点是人家听得懂 人家听得欢喜就对了 哇 有些人听懂了 哇 他就非常赞叹 非常高兴 就对积嘛 就是有这个五圣人等等 那我看网络上 就很多很多人 就听得很乏喜 这是很重要的 你不管讲声讲钱 但是那 就大家听得欢喜 那我就处理一个 那个信向空气 你在讲信向空气的时候 有举到水跟桌子 那其实水 水它也不只是性 它其实水是一个像 水也有水的像 它有三像或各种像 然后水也有水的性 那桌子 木头 它有木头的像 也有木头的性 都有它的性 那世间万物都有它的 它的这个像 它的性 那宇宙间存在一个 最后的一个叫做法性 法性它是一个空 空的 空极的一个 一个现象 所以那个 性向空极 一般比较难讲 那我还是讲 我最喜欢讲的 在帮 恩中用恩中讲的 他讲得很清楚 有人听得很高兴 那我帮大家复习一下 空极什么叫空 付出无所求 叫空 还要说 加加上 那如果你付出无所求 加上还要说感恩就要极 我最喜欢用这样来解释 那我用我的解释一遍 好 付出一起说 付出无所求是什么 空 你付出是有 对不对 可是好 我付出 我有付出 可是我无所求 是不是就空了 好 这叫空 三轮体空里面空 付出无所求 是什么 一起说 对 三轮就叫我们 你付出 不要有所求 就到空了 那你付出无所求 还要加上 前面这句前提要有 还要说感恩 那为什么到极呢 极本来是已经到 晋级清晨自旋须末 晋级清晨 晋级清晨的境界 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境界 它是不生不灭的 那为什么 我说 你说付出无所求 还要说感恩叫极呢 本来你还要 你付出无所求 还要说感恩 我已经是空了 对不对 我已经是空了 那我还要说感恩 我有个善念 我用善念 注意以前周元 我们基督师兄 他最喜欢讲善念成片 我问你 你的心念念都是善 对不对 就是只有一念善 什么都没有 什么恶都没有 就是一念善 最后就是定在这个善当中 对不对 还要说感恩 是不是感恩心 善心 善念 一念心 最后 它自然而来 它沉淀沉淀 你付出无所求 还要说感恩 那你的心就定在这个善的当中 最后连这个善都静下来 那就要做极 也不见了 这样懂吗 它就是空气的禁忌 禁忌 清晨的禁忌 你看那个水 水会不会沉淀 所以上人教我们这个法很妙 就是说 付出无所求就已经是空了 那你还说感恩 你今天 你分分 秒秒 时时刻刻 你的心都在善念中 都在菩提中 就是极了 就这么简单 复习完了 我想今天就分享这个就好了 那那个其他的我就 因为时间到了 就不多说了 真的很感恩两位大菩萨 跟我们说这么多的法 好 祝福大家都能够福慧双修 都能够成佛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